民数纪第八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点灯台上的灯 是灯向前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 洁净他们 洁净他们当这样行 用除醉水弹在他们身上 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 洗衣服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毒 并同线的素剂 就是调油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毒 做赎罪剂 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召聚以色列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当作谣记 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 你要将一只做赎罪剂 一只做凡记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也要使立位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将他们当作谣记奉给耶和华 这样 你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分别出来 立位人便要归我 此后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 你要洁净他们 将他们当作谣记奉上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 我拣选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我拣选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 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挨尽圣索 又栽殃临到他们中间 摩西 亚伦 并以色列全会众 便向立位人如此行 反耶和华指着立位人 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 于是立位人洁净自己 除了罪 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当作摇剂 奉到耶和华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 洁净他们 然后立位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 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立位人是这样 从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 到了五十岁 要停工退任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 和他们的弟兄 一同伺候 谨守所吩咐的 不再办事了 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在既存在 展望 变成 秀 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